欢迎来到贾老公贾老婆的频道 早上好 我今天呢我现在人在拉王的这一个邮站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呢是要停下来休息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录音的所有的东西 其实我就已经把这个车顶帐已经放上去了 我们基本上就没带帐篷了 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少了一个帐篷 我们要带的东西还有很多 桌子啊椅子啊 然后一些吃的东西啊 然后枕头啊背啊 然后我就把整个后面也塞满了 那就是两个人的东西 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一些药箱啊 一些用品啊 要带一些水 这个是我们的车尾帐 然后呃这个是那个呃花扫 冲凉用的 然后里面还有我们的sleeping bag 这是我们的衣服 然后桌子椅子 嗯 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要吃的一些食材 这是冷库里面是吃的东西 就去一个呃 两天一夜这样子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是sarenda 大概还有一个27分钟才到达我们的印第 sarenda的中文名字呢叫做双双文丹sarenda 以路上的精神还不错啊 有山 去年呢我们去呃这个fraser hill的时候也有经过这个档口 然后我在这里买了很多 在买了糕点啊 然后他们的呃 所以今天我们又停下这里再买一点东西去露营吃 在一个这个地方 Gazakadar 好 这里有很多糕 哇这个也是 Doughnut也好好吃 这个是 这个是 你帮给阿伯? 呃 阿伯 包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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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叫包上吧 然后这个是那个木薯糕 然后他很多这种炸鸡啊炒米粉啊 一些sotong samba 果条还有面 然后这边还有那个沙冰鱼 总共全部买了6块钱 两包 里面有鸡蛋 还有samba 包装的 Let's go 哇 这个地方有好多新的住的住宅区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哇 这是好山好水啊 哇好美 舒服 好 现在我们差不多 还有8分钟就要到了 好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 Daman Eko Rimbad Sungai Senda 再来这个营地呢 就有一般 经常来这边聚的一般好友 晚早餐他们就会去骑脚车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 今天晚上要过的一个营地呢 今天你就会看到所有的车 就会停聚在这里 好我们已经到了圣诞 然后现在是把这个车顶上给它弄起来 来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到 我们车没有了黑油也没有了水 那可能是有漏黑油还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们这辆车基本上是开不动了 所以我们只可以停在这里 之前我们的那个车路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用这一个的 然后就一直很羡慕人家有车顶帐啊 就买车顶帐 其实有好有不好啦 其实看你们个人跟这里面喜欢 怎样的露营方式 如果人多的话那么有车顶帐的话 你还可以睡两个人上面 那下面又可以还可以睡两个人这样子 这个地方的车路 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停车场 所以你进来停车的话 是三块钱 然后每一个人路场费进来这里玩是两块钱 那么我们两个人加三块钱 就不到十块钱 这边就是那个瀑布啊河流 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很绿化很多树 中午的话也不会很热 而家老公现在再慢慢的把它整理好 再拍给你们看 肚子饿了 不然先打包的刚才进来是 一面是然后前面有这个河流声 不错的啊 现在家老公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但是这辆车是需要把它掉下去的 我们不能够驾了 因为完全是 打不到车 完全是启动不了车了 各位这个就是车顶上出体验了 它是这样子硬核的打鞋的 然后空间呢 这边只有这里是属于比较高层的 那么然后我们的车尾 头是放在这里 就这样子 然后呢就是往下看 然后这边你可以打开 来那我来打开这个蚊帐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可以 不要望你的那个那个颈 基本上我觉得我喜欢在上面高高的感觉 是很不错 但是如果你腿不好啊 这样子上下这个楼梯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麻烦的 是蛮高的哦 他坐在车顶上面这样看风景是挺爽的 OK thank you 好了 这里呢 上来过后 现在我是在躺着的状态 那么闯到的时候 我的脚是刚好 就是因为我的人是175 其实是可以刚刚好到这里 然后这里上面呢 它就有很多空间了 所以你可以放东西 然后等下我会夹这个风扇上去 这个风扇是往针子夹 然后就可以吹风了 然后这个是power bag 嗯不错 拿了一点混合的小番茄 这个干我试了一点好甜 鸡蛋一定要带的 没带鸡蛋不行 那里面有豆腐还有金针菇 小老公 竟然把我的食材啊 一吃过没看清楚 我全部放去那一个冷冻了 全部都结冰了 那这个这样子的 它是一片这样子 然后呢 你就丢下去 然后搅拌它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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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你要多少 好 可以放多一粒 这样子我就觉得一个不够 我们可以放到两包 两包要 嗯 这样子 一个人一包咯 两个人两包 嗯 现在再放这个水饺下去 这个水饺 再加一个面 把这一间 把这一间现在做这个 泥鸡鸡鸡鸡 这个泥鸡鸡鸡鸡 只是放在热水里面 这样子煮一下 就可以了 拿出来的 泥鸡鸡鸡鸡鸡 是这样子的 里面已经有那个 豆腐了的 所以如果你们还要的话 你们可以 自己再多加 这一个 豆腐 我吃饱了 我们 你要拿鞋鸡鸡鸡 这个是那个 豆腐泥鸡鸡 我们加了 金针菇 下雨天啊 特点 吃点热腾腾的 特别酷酷 哇下雨天 我突然间就觉得 这么那个水一直 哔哔哔哔哒的 这样子流出来 然后才发觉到 原来这里漏水了 我们不想要的 那个漏水的状况 结果真的是 下好大雨 结果那个漏水 一直不停的流进来 床垫全部都是了 下过雨后的 这个河流的水 全部很困浊 现在我们车路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一边的停车场的位置 然后直接往里面走呢 基本上其实有更多停车的位置 然后就是来玩水啊 你们想来这玩水的话 就可以在上面停车 可是因为刚刚下过雨 那个水流啊好急啊 所以是非常危险 还是不要下水玩 但是这里的空气真的是 雨后的空气更加的清新 然后我是好久没有睡午觉的人 来这里睡午觉真的好舒服 然后它的晚上的温度呢 可以有时候降到有时候22度这样子 所以你在这里睡觉啊 晚上睡觉非常的舒服 那这里进来呢 你这里也可以大营 然后你要在露营也是可以的 那边有厕所 所以是还是挺方便的 在这边车路的人也蛮多的 这边还有另外一批车路的人 那这里呢就靠近这个厕所 然后瀑布你看到吗 就在那个方向 我们过去看 然后这样的水每一个会比较浅 所以它也不是很深 然后这上面呢 还有多一层 总共有三层 这边也有一些亭子 你也是可以在这里野餐 这有不少亭子的 那边也是有亭子 所以很多人也是可以选择来这里野餐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上流的一层 然后你这边往下去 就是刚才我们爬上来的地方 今天遇到妹妹告诉我 他们有看贾老公贾老婆的频道 那么今天我们有同样的那个车尾障 我就想要说 如何解决 当你不需要开太多的天幕的时候 就用这种 这个你们叫什么 透明天幕哦 这是透明 就是所谓的透明天幕 所以就用透明天幕 然后就放在两旁这样子 然后基本上就是可以防止那个雨 下雨的时候碰到这样就很好 然后就是简单的一个车路 单人的 Single Lady的车路的那个setup 非常棒 你一个人赛了咯 赢了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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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是羊扒吗 嗯 烤羊扒 你看 那这边就是吃吃喝喝对吗 那边更厉害的大炒直头 哈哈哈哈 那边就是厉害 现在在煮晚餐咯 所以你先看到我们现在是全部很暗很黑 这个要做这个是那个sesting pepper fat chicken branch 然后它是没有风生的直接就可以这样子 开 就可以吃了 这个是我第一次我也没有吃过 然后它们也是像这样子的一一包 然后等一下我就打算 这样子蘑菇汤和这个一起放在垃圾里面 直接这样子煮就好了 倒出来就是那个鸡胸肉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煮了蘑菇spacket 配上这一个 然后再配一个蘑菇汤 这是那个蘑菇汤 哦 好晚上了 我们也要睡觉了 然后我喜欢这边这个口袋呢 它就可以放好东西 好风扇呢 很多power bag呢 然后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左边旁边放水 抵了就是放些包包 好我要准备睡觉了 假装风还在下面 那早上呢 我们就打算用signature market的 Italian cold food 这个fridge dry coffee 泡了一些咖啡 简单的美式咖啡 水要滚了 打开的时候 它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吉隆咖啡 OK 来我们先放热水 那不要太多 这个是这个可以了 嗯 好了 然后再放上这个吉隆咖啡 好 刚才叫咖啡 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基隆的美式咖啡 完成了 油煎蛋 哇 这样子煎蛋好像感觉特别好吃 我们简单的早餐完成了 基本上我们这一次的露营呢 有一点小差距 就是我们这辆车其实是已经泡渺了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停好车 然后过后就发现到那辆车 在要再开启引擎的时候 已经完全是不能够启动了 然后因为我们的黑油还有水 个都没有检查 然后这等下我们也在等着那个 吊车过来 然后今天这一个第一次 车顶帐的露营体验呢 来做一个总结吧 那么因为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睡这个车顶帐 然后我觉得是 那个床垫太过薄 然后所以变成是有一点很像睡地板的感觉 你没有力的你要爬上这个楼梯 然后半夜你想上厕所 你要下来也是一个缺点啊 所以我先说缺点先啊 那么可能这里我们也是久了 然后这个螺丝缝啊什么之类的 就开始有那个净水的那个季状 所以里面也会有净水的那个情况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点优点吧 那么优点其实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很好处理 我们只是这样子打开 尤其是这个这是硬壳的 硬壳这样子L shape 这个V shape的这个状况 然后你只要打开它 然后前面窗口弄开 然后就可以里面放枕头啊 那些被单啊 你就可以睡觉了 所以它的那个装备设置呢 是非常简单 然后收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快 几秒一下子就可以收好了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你设置就是很简单 然后也很快的就收 然后我们基本上没有睡车的话 我们不需要做很多 好像要有那个窗啊 纹网啊 我们还要放那个抽风机啦 然后可能这里还要铺那个床垫 放那个气垫啊 那么我们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落地 我们来到的时候呢 东西就是所有的 像这是我的小厨房啊 这是我们那个杂物啊 放绳子啊 放什么的 里面这个是食物啊 什么还有那个冰箱啊 只要你要用到的东西 有拿下去 要么基本上我们都这个箱子都没有落地 然后变成我们收拾啊 只要要用到的东西 从这里用了 然后就直接它就拿 要拿什么就拿 然后要放回去 这基本上就很简单 所以变成我们今天 也要回了收拾东西 其实也很快 一下子就做好了 相比以前我们要收帐篷啊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床垫 什么东西要收的话 其实花很多的时间 好吧 那么这一次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两天一夜的 在这个圣爱圣诞的车顶路 结束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盖下来 然后把旁边的东西塞进去里面 这样就OK了 叫车来了 那就要把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营友全部也回了 就剩下我们的车 现在要把这辆车掉回去西隆坡 来一次车路结果 我还要花一笔钱把这辆车载回去西隆坡 太好笑了 我还是第一次坐吊车 谢谢大家订阅 按赞分享 这是给我们 继续制作影片的最大动力